明明, 快點了嗎? 坐下, 老闆 快點, 收工了 先生, 你好, 有甚麼幫你? 是嗎?先看看 先生, 想買甚麼?我快要收工了 我算便宜一點給你 這樣嗎?好 特大檔心, 每包二百元 算便宜給你的 給我包起來 好… 謝謝你, 二百元, 先吃 謝謝, 來… 謝謝… 謝謝… 老闆, 你真厲害 那包擋心, 兩百元賣給他 一百元也不用 做生意就是這樣 一早就下班了, 當然要吃尾糊了 對吧? 還行嗎? 還行嗎?還去花膠, 包完還沒收 平時都這樣放了, 有甚麼所謂 那二百元呢? 我自己帶回來 不放收印機嗎? 我自己帶回來 行…我先鎖門 鎖甚麼門? 有時候我們也沒有鎖的 現在賊只會在網上偏離偏離偏離 這麼空間來包夾嗎? 你先走, 走吧, 辛苦了 大哥, 包這間店的行門拍不拍? 拍甚麼? 剛才我不是搶過這間店了 沒有閉路電視, 沒有警鐘 老闆更壞, 冤枉我買貴貨 今天還不拿回舊本? 去吧, 做事 大哥, 還是不設房 快點拿東西 好 過年等錢花, 這裡剛好賣帳 收銀子就在前面, 右邊就是人心 細心點 昨晚你沒有收房門嗎? 好 好 老闆, 是不是被人爆價了? 我的錢啊 我的電腦啊 新年快到了 有不少市民都會到新蓉海味店舊物 這些店舖都會放置一定數量的現金和貨品 老闆, 你有甚麼建議給新蓉海味店的東主 並非成為拼物的目標呢? 是, Bonnie 其實我也有些重點 是要提醒一些新蓉海味店舖的東主的 警鐘系統的話, 我也都勸於馬上去聯絡一些持牌的保安公司 安裝這些這樣的防盜警鐘系統 一些新蓉海味店舖, 最好就是安裝一些堅固的閘門 配合一些優質的鎖具 如果你的店舖是安裝一些電動卷閘的話呢 那我就建議呢, 應該配合一把閉式的防盜鎖 去保護你電動卷閘的控制箱 有可能的話, 在店舖裡面, 也都應該設立一個鎖貨倉 在每天上舖的時候呢, 將你比較名貴的森容藥材 燕窩等等呢, 就鎖入這個鎖貨倉裡面 以防萬一 如果店舖是鄰近一些地盤, 後巷, 或者一些空置單位的話呢 那我就建議去安裝一個震盪感應式的防盜警鐘系統 因為匪徒分分鐘是有可能 鎖穿店舖的那一棵牆呢, 進入裡面爆洩的 除以上意見之外, 各位東主, 做甚麼地方要留意的 各位店舖的東主, 千萬不要將大量的金錢 留在你店舖裡面過夜 應該盡快將這些錢就傳入銀行裡面 最好就聘請一些介款公司去做這個工作 但是如果不可能的話呢 也都最少安排兩位以上的職員呢 就將這些款項每天在不同的路線 不同的時間, 傳入銀行裡面 如果遇到有可疑的情況呢 應該馬上報警求助 所以說, 對吧, 兩位